第1206章 水剧天心被破 8 杨六军的父亲 还有他的两个哥哥 惊恐的目光看着了梵大师和小铁蛋 心中虽然不甘 很想把杨六军带走 可是有这两个和尚在 他们根本做不到 见三个魂魄还在犹豫 了梵大师脸色微微一沉 威严的声音喊道 平僧只给你们三秒时间 还不离开 就没有离开的机会了 说话时 双手合十 又要迎送经文 见了梵大师双手合十 杨六军的父亲跟两个哥哥满脸惊恐 化成三道绿光 快速飞走 看着父亲带着两个哥哥离开 杨六军这才松了一口气 感激的声音说道 大师 铁蛋 多谢你们 我要回去了 不然就真的死了 杨施主 你的劫术未尽 平僧送你回去 以免发生意外 而梵大师带着小铁蛋 把杨六军的魂魄送回医院 让他的灵魂重新回到肉身 回去的路上 杨六军不停地说着谢谢 多亏遇到了梵大师和小铁蛋 若不是他们 今天晚上就被父亲带走了 与此同时 王二冈 杨三姐 王小美站在病房门口 满脸担心 一脸着急 不停地擦着眼泪 杨三姐安慰着王小美 让她不用担心 弟弟肯定不会有事 一定会好起来的 王小美点了点头 小声地抽气着 心中默默祈祷 孩子爹你 可千万不要出事 一定要好起来 我跟孩子不能没有你 就在几人一脸担心时 房门突然被推开 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走了出来 摘掉脸上的口罩 叹了一口气 脸上带着无奈的神色 接着说道 很抱歉 我们已经尽力了 病人还是失去了生命体征 听到医生说的话 王小美直接瘫坐到地上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顿时一脸绝望 激动的声音喊道 不可能 不可能 六军不会死的 大夫求求 你救救他 只要你能救活六军 不管要多少钱我都给 王二刚听到杨六军已经死亡的消息 根本无法接受 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怎么会突然死掉 真的让人无法理解 杨六军的死 对杨三姐来说 打击非常大 兄妹几人就还剩下她跟六弟 没想到 六弟又走了 看着兄弟姐妹一个接一个离开 真的非常痛苦 沉默片刻 激动的声音喊道 大夫 我就这么一个地点 求求你救救我地点 我给你跪下了 求求你救救我地点 很抱歉 我们已经尽力了 医生无奈的声音说道 习惯性地安慰了他们几句 接着转身离开 刚刚走了没几步 就见两个和尚迎面走来 看着两个陌生的和尚 慢慢停住脚步 那么晚了 怎么还有和尚来医院 等两个和尚走到身边 一脸严肃地问道 你们是做什么的 谁让你们来医院的 平僧来医院看的朋友 应该不犯法吧 看朋友 为什么不白天来 非要晚上来 医院好像没有规定 晚上不能来看朋友吧 说话时 了凡大师白了医生一眼 不再搭理他 带着小铁弹 向王二刚几人走去 见王小美瘫坐在地上 杨三姐跪在地上 瞬间意识到情况不对 急忙转头 看着杨六军的魂魄 着急的声音说道 杨施主 赶快回去吧 再不回去 就来不及了 多谢大师 等我醒过来 一定重谢大师 杨施主 平僧也是受小施主之托 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小施主好了 不行 都要谢 杨六军的魂魄 感激的声音说道 接着扭头看向 坐在地上的老婆 还有一脸伤心的三姐 心中很是难过 他若真的死了 老婆孩子又该怎么办 沉默片刻叹了一口气 看着了樊大师 开口说道 大师 我先回去了 嗯 快去吧 随着声音落下 杨六军的魂魄 穿过房门 进入病房 就在此时 一脸伤心的王二刚 看着了樊大师和小铁弹 脸上带着疑惑的神色 黑天半夜 这两个和尚 怎么跑上来了 诡异的是 了樊大师竟对着空气说话 脸色一变 露出恐惧的神色 接着问道 大师 你 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还能跟谁 当然是你六个 我 我六个 我六个不是死吗 王二刚惊恐的声音说道 话刚刚说完 瞬间意识到 了樊大师 在跟六哥的魂魄说话 顿时一脸激动 急忙说道 大师 我六个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能不能让他出来 见见我姐 听着王二刚说的话 了樊大师 转而看向 坐在地上的王小美 双手和十 迎送了一声佛号 接着说道 女施主 不要伤心 杨施主还没死 很快就会醒过来 王小美 杨三姐 王二刚同时转头 看向了樊大师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医生说了 杨六军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怎么还会醒过来 顿时一脸激动 急忙问道 大师 你 你说什么 我弟弟还没死 是的 她的魂魄已经回去了 最多半个小时 就会醒过来 听到了樊大师的回答 王小美非常激动 颤抖的声音问道 大师 你 你没有骗我吧 女师 出家人不打狂语 怎么可能骗人 若是骗人 佛祖也不会原谅平僧 王小美的脸上 瞬间露出微笑 急忙从地上爬起来 快速冲进病房 想要看着杨六军醒过来 刚刚冲进病房 就见一个医生 站在病床前 拿着一把手术刀 对准了杨六军的眼睛 看到这一幕 顿时一愣 紧张地声音问道 你 你在干什么 手术刀刚要碰到杨六军的眼睛 听着突然传来的声音 医生被吓了一跳 急忙转头看向王小美 不爽的声音说道 谁让你进来的 赶快出去 说话时 两个护士走了过来 想把王小美推出去 医生再次举起手术刀 对准杨六军的眼睛 看着医生的操作 王小美像是疯了一样 激动地声音喊道 二刚 赶快进来 他们要挖你姐夫的眼睛 听到病房里传来的声音 王二刚心头一紧 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人已经冲进病房 眼看手术刀 就要划破杨六军的眼睛 满脸杀气 愤怒的声音 吼道 住手 你要干什么 说话时 一个剑步窜了上去 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腕 手术刀同时落到地上 第1207章 水聚天心被破 9 被握住手腕的医生 眼中净是愤怒 不爽的眼神看着王二刚 霸气的声音说道 骂了隔壁 把我手捏疼了 给我撒开 王二刚脸色微微一沉 这个狗日的是不是活腻了 竟敢骂他 手上猛的用力 充满杀气的声音说道 告诉我 你要对我六个做什么 医生脸色一变 露出痛苦的表情 没想到 这个病人家属胆子那么大 竟敢跟他动手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 以前遇到的病人家属 都是唯唯诺诺 恐怕得罪自己 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 病人家属都会老老实实地听着 哪里遇到过这种事情 顿时脸色阴沉 充满杀气的声音吼道 骂了隔壁 你没听到是吧 你把我手捏疼了 赶快撒开 听到没有 不然我可要恋你了 王二刚也是一个狠人 听着医生说的话 嘴角向后一瞥 露出凶狠的表情 手上再次用力 充满杀气的声音 吼道 告诉我 你要对我六个做什么 不然 我这就要你的命 就在此时 刚才出去的医生 突然折返回来 看着病房里发生的一幕 气愤的声音吼道 住手 你想干什么 这里是医院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说话时 急忙走过去 想要拉开王二刚 却被一把推开 就听王二刚愤怒的声音吼道 我不管这是什么地方 今天 必须告诉我 你们要对我六个做什么 看着充满杀气的王二刚 两个医生和几个护士 这才意识到 今天遇到了硬查 态度瞬间发生转变 柔和的声音说道 这位先生 麻烦你 先把我同事放开 我再告诉你 我们要对你六个做什么 最好不要耍我 敢耍我 非弄死你不行 王二刚满脸杀气 凶狠的声音说道 随之松手放开对方 盯着说话的医生 继续说道 好了 我放开他了 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要对我六个做什么了吧 见王二刚放开同事 医生脸上露出微笑 冲着旁边的护士 打了一个眼色 护士心领神会 悄悄挪到两个护士身后 掏出手机 拨通保安室的电话 见护士成功拨通保安室电话 医生顿时松了一口气 脸上带着微笑 看着王二刚接着说道 这位先生 请你不要激动 我们这么做也是 为了救更多的人 本人从已二十多年 第一次遇到那么健康的死者 他身上的东西 能救很多人 我想请死者家属 签一个捐献协议 把死者身上的东西捐出来 这样做也是既得行善 听着对方的解释 王二刚很是愤怒 气愤的声音吼道 放屁 也不给我姐说一声 就开始动刀子 哪有你们这样做事情的 这位先生 我们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 病人刚刚去世 现在是动刀子的最佳时间 一旦过了这个时间 身上的东西就会衰竭 到时候就不能用了 我想着先动刀 等天亮了 再找家属谈捐献协议的事情 如果不同意 我们再给装回去 放心 只要你们愿意签捐献协议 我们会拿出二十万作为补偿 听着对方说的话 王二刚 王小美 杨三姐被气得差点吐血 没想到 他们竟然那么无耻 不同意再给装回去 这种话也能说出来 真是一点逼脸都不要 愤怒的声音吼道 这个协议我们是不会签的 我六个还没死 你们就想动刀子 你们还是人吗 听着王二刚说的话 两个医生脸色微微一沉 不管怎么劝说 他们就是不同意 还说躺在床上的人没死 这家人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此刻 他们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 等着保安队的人上来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 十几个保安 手里拿着橡皮棍 脸上带着凶狠的表情 封锁了整个病房 看着冲进病房的保安 刚才还一脸和善的医生 突然变了一副嘴脸 其中一个人不屑的声音说道 你们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罢 这个协议必须签 这里是医院 谁是活人 谁是死人 老子说了算 你们敢不签 我就把你们送进太平间 说话时 看向旁边的医生 命令的声音说道 赶快动手 把他的眼角膜摘下来 还有个病人等着移植 再等一会 细胞死了 就不能用了 嗯 另外一个人急忙点了点头 快速捡起手术刀 就要对杨六军动手 与此同时 几个保安一起出手 想把王二刚 王小美 杨三杰等人 推出病房 看着冲过来的保安 王二刚率先动手 出手的那一刻才发现 这些保安不是普通保安 全是恋家子 想要放倒一个保安 都非常困难 何况面对好几个保安 怎么想一想不明白 一家医院 为什么请那么厉害的人做保安 眼看几个人 就要被推出病房 站在旁边 始终没有说话的了凡大师 小铁蛋 脸色阴沉无比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保安 小铁蛋满杀气 气愤的声音说道 师父 我忍不住了 再忍下去 我的肚子就要炸了 既然忍不住 为何还不动手 乐凡大师低沉的声音说道 话还没有说完 小铁蛋已经冲了出去 一脚踹在拿着手术刀的医生身上 这一脚是大力尘 把对方踹到旁边的仪器上 躺在地上疼得哇哇乱叫 哭爹喊娘 小铁蛋满脸杀气 就像一只平头哥 面对身材魁梧的保安 毫无聚色 直接冲了上去 保安的实力虽然很强 在小铁蛋面前 犹如土鸡娃狗不堪一击 一招都截不住 不是断胳膊 就是断腿 乐凡大师没有动手 站在病房里 双手合十 面带杀气 低沉的声音说道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我佛慈悲 铁蛋 超度这些恶魔 把他们送回地狱 是 小铁蛋随口应了一声 放倒两个保安 四处乱丑 寻找刚才说话的医生 可是早已不见他的踪影 顿时一脸着急 接着说道 大师面带杀气 接着说道 放心 这个恶魔跑不了 早晚把他送回地狱 说话时 扭头向外面看去 恍惚间 听到天上传来一个声音 七星降势 匡复人间道 扫除世间魔 还人世间一片祥和 小铁蛋抬头看向了凡大师 惊讶的声音问道 师父 您 您听到没有 嗯 了凡大师看着外面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 目睹小铁蛋 把一群保安打倒在地 王小美 杨三姐满脸震惊 没想到 这个小和尚竟然那么厉害 那么多保安都不是他的对手 就在两个女人震惊之时 躺在病床上的杨六军 胸口突然起起伏伏 不停地喘着粗气 接着从床上坐了起来 第1208章 水炬天星被迫 十 突然醒过来的杨六军 看着乱糟糟的病房 还有躺在地上痛苦哀嚎的保安 满脸疑惑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疑惑的目光扫射着病房 看到王小美 杨三姐 了凡大师 脸上露出呆呆的微笑 沉默片刻 大脑清醒一些 指着地上的保安 疑惑的声音问道 大师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乐凡大师还没来得及回答 王小美 杨三姐看着从床上 坐起来的杨六军 喜急而泣 急忙跑到床前 颤抖的声音喊道 六军 你 你真的没死 嗯 我 我没事 多亏大师和铁弹救了我 可能是 刚刚醒过来的原因 神志有些不清醒 说话有些迟钝 扭头看着躺在地上的保安 疑惑的声音 继续问道 小美 这 这是怎么回事 王小美满脸愤怒 把两个医生 想挖她眼角膜的事情 讲了出来 得知事情的经过 神志逐渐清醒的杨六军 满脸愤怒 没想到 本该救死扶伤的医生 竟会做出这等禽兽不如的事情 低头看向坐在地上的医生 充满杀气的声音吼道 你们这些畜生 等着吧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看着死而复生的杨六军 听着她说的话 坐在地上的医生 还有躺在地上的保安 都是一脸惊恐 她 她不是死了吗 怎么会突然坐起来 由于亏心事做得太多 顿时下的脸色苍白 忘记身上的疼痛 颤抖的声音喊道 炸 炸湿了 快 快跑 说话时 急忙从地上爬起来 不顾身上的疼痛 一瘸一拐向外面跑去 躺在地上的保安连滚带爬 快速逃离病房 片刻间 病房里就还剩下了凡大师 杨三姐 王二刚等人 看着醒过来的杨六军 每个人都非常开心 王小美眼含泪水 疑惑的声音说道 六军 你不知道 医生都宣布 你死亡了 你怎么又突然活过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都快被你吓死了 杨六军没有急着回答 王小美的问题 扭头看向了凡大师和小铁蛋 急忙走下病床 来到师徒二人身边 膝盖一弯 直接跪到地上 感激的声音说道 大师 铁蛋 今天晚上多亏你们 若是没有你们 我已经死了 大恩不言谢 以后有用到我杨六军的地方 尽管开口 不管我能不能做到 都会鼎力相助 了凡大师很是意外 没想到 杨六军会跪下 急忙伸手把他扶起来 脸上带着微笑 客气的声音说道 杨施主 不要客气 更不要行此大礼 这只是举手之劳 何足挂齿 杨六军是一个知恩图报 重情重义的人 这也是李承锋 愿意喊他一声六哥的原因 无论什么年代 知恩图报 重情重义的人都非常少 身边若是有这样的朋友 一定要珍惜 感谢完了凡大师 杨六军转看向王小美 这才回答老婆的问题 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讲了出来 听杨六军讲完事情的经过 王二刚 王小美 杨三姐都被吓得脸色苍白 人世间竟然还有 如此诡异的事情 真的让人无法想象 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父亲 大哥二哥 为什么想把六弟带走 震惊过后 杨三姐转看向了凡大师 愤怒的声音问道 大师 我弟弟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爸 我大哥二哥 要把我弟弟带走 这是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具体为什么 平僧也不清楚 等天亮了 去坟上看看 才能知道什么原因 听着了凡大师的回答 杨三姐无法接受 始终想不明白 爸爸 大哥 二哥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就在杨三姐疑惑之时 王小美一脸担心 颤抖的声音问道 大师 他 他们还会回来 把六军带走吗 听着王小美的疑问 了凡大师转头 看向杨六军 沉默片刻 接着说道 杨施主的结束还没过去 不化解此结 他们肯定还会回来 听着了凡大师的回答 王小美很是担心 急忙跪到地上 接着说道 大师 求求您 一定要救救六军 看着跪在地上的王小美 了凡大师手足无措 男的跪完女的跪 这可如何是好 又不敢伸手去扶 恐怕碰到不该碰的地方 着急的声音说道 女施主 赶快起来 平僧来的时候 小施主已经把救人的方法告诉我了 放心吧 平僧定会尽心尽力 保住杨施主的命 王小美对着了凡大师 说了几声谢谢 才从地上站起来 看着一脸担心的王小美 了凡大师面带微笑 接着说道 女施主 这种事情在民间时有发生 实属常见 无需担惊受怕 在民间 很多人去世时 可能是出现的幻觉 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许多将死之人 都会看到早已去世的亲人 了凡大师就亲身经历过这种事情 还记得小时候 奶奶去世的前一天 精神状态突然好了起来 下午十分 莫名其妙对着门口的空气说道 爹娘 彪哥 你们先回去吧 明天再来接我 我还有点事情 要跟孩子说 看着奶奶对着空气说话 年幼的了凡大师 被吓得一脸猛逼 追着母亲询问 奶奶为什么对着空气说话 在跟谁说话 母亲一直哭 没有告诉她怎么回事 了凡大师就跑去问奶奶 在奶奶口中得知 她刚才看到了太爷爷 太奶奶 还有爷爷 很多亲人都来了 来接她离开 去另一个世界 听着奶奶的回答 了凡大师可被吓坏了 直接尿了裤子 因为太爷爷 太奶奶 还有爷爷 早就死了 当天晚上 奶奶把所有亲人叫到身边 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把每个人拉到身边挨个说话 说完所有事情 在家人的帮助下 穿好兽衣 躺到床上 昏昏沉沉进入梦乡 一家人都守在旁边 看着躺在床上的奶奶 不知过了多久 睡梦中的奶奶 突然睁开眼睛 从床上坐起来 看着旁边的二叔 着急的声音说道 赶快去开门 你爷爷奶奶 还有你父亲来接我了 他们就在外面 正在喊我呢 我要跟他们走了 二叔一脸伤心 眼含泪水把门打开 就感觉 一阵阴风吹进房间 与此同时 就见奶奶脸上带着微笑 对着门口的空气 说了很多话 随着一阵阴风飞出房间 奶奶慢慢地 闭上眼睛躺到床上 一脸祥和 离开人世 在民间这种事情有很多 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 经历过 人快死的时候 会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听了樊大师 讲完小时候的经历 王二刚 小铁蛋等人 都是满脸惊讶 这种事情 还是第一次听说 乐樊大师面带微笑 接着说道 各位施主 杨施主暂时没事了 咱们先回去吧 明天早上去坟上看看 看看水炬天心的风水 有没有被人破掉 好 第1209章 水炬天心被破 11 杨六军点了点头 在王二刚 王小美的搀扶下 迈不向病房外面走去 想到刚才发生的事情 心中暗暗庆幸 还好老婆发现得及时 不然 眼角膜就被这群畜生挖走了 真的无法想象 救死扶伤的医生 竟能做出这种事情 简直就是禽兽不如 一群人走出医院 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阻拦 来到停车场 看着眼前的医院 想到小铁蛋打伤了很多保安 王小美很是担心 接着说道 六军 打伤了那么多保安 他们会不会报关 若是报关的话 我们可就麻烦了 放心吧 他们不敢报关 他们不知做了多少 丧尽天良的事情 他们若是报关 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杨六军气愤的声音说道 这群畜生 应该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报关 他们若是敢报关 把他们做的事情说出去 能枪毙他们一百次 说完这句话 转身坐上汽车 先回家 至于这件事情以后再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 弄清楚水聚天心的风水局 有没有被人破掉 了凡大师和小铁弹 并没有上车的意思 看着坐在车上的杨六军 面带微笑接着说道 杨施主 你先回去吧 我跟铁弹 还有些事情要做 大师 这么晚了 您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跟我回家吧 我给你们安排个地方 好好地休息一下 不了 你们先回去吧 明天早上来医院门口接 我们就可以 了凡大师让杨六军 准备一只攻击 一条活鲤鱼 除了这些 还需要相煮纸钱 朱砂毛鼻等 见了范大师和小铁弹 不肯跟自己离开 杨六军一脸无奈 接着说道 大师 你要的东西 我会准备好的 明天早上 我亲自过来接你 嗯 好的 了凡大师点了点头 等汽车离开后 转看向小铁弹 接着说道 铁弹 我们回去找那个恶魔 嗯 小铁弹点了点头 牵着了凡大师的手 转身向医院走去 如果没猜错 刚才那个医生是恶魔转世 必须除掉他 把他送回地狱 不然还会霍乱人间 回到医院 了凡大师站在走廊里 双手和十口中迎送着经文 用三明六通数 寻找那个恶魔的身影 维摩结晶上记载 在人间作恶多端的人 欺压良善的人 都是地狱里的恶魔转世 遇到恶魔 就要超度他们 把他们送回地狱 没多久 了凡大师停止迎送经文 转头看向西边 接着说道 铁弹 走 嗯 了凡大师带着小铁弹 向西边走去 停在一个办公室门口 盯着房门看了一会 慢慢抬手推开房门 就见那个医生 坐在办公桌前 不懈地目光 盯着师徒二人 霸道的声音说道 马上给我滚 这里不是 你们能来的地方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贫僧要送你下地狱 说话时 转而看向小铁弹 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 铁弹 超度他 是 你们要干什么 话还没有说完 小铁弹已经冲到面前 一拳砸在他的心口上 顿时口吐鲜血 气绝身亡 与此同时 了凡大师不停 吟诵着超度亡魂的咒语 随着咒语的吟诵 走廊里突然传来 铁链碰撞的声音 没多久 随着一阵阴风吹过 两个鹰叉拖着铁链 来到办公室 把手中的铁链 往医生身上一套 接着用力一拉 一个轻面獠牙 面目猙獰的恶魔 被拽了出来 恶魔还想挣扎 冲着了凡大师和小铁弹 发出刺耳的叫声 一切都是徒劳 根本无法挣脱锁链 被两个鹰叉用铁链 拖着向地下走去 看着被鹰叉带回地下的恶魔 了凡大师威闭双眼 双手合十 吟诵了一声佛号 接着说道 铁弹 咱们走吧 嗯 小铁弹点了点头 迈不向医院外面走去 抬头看着师父 心中很是好奇 接着问道 师父 那个恶魔被带回地狱 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在阳间作恶多端 欺压良善 草间人命的人 到了地狱 会被剥皮抽筋下油锅 沦为畜生道 永世不得超生 有些人作恶多端 依然活得逍遥快活 没有遭到任何报应 不是不报 只是时间不到 当因得败光 罪孽加深 迟早有一天 会为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有些人活着时遭到报应 有的人死后受到惩罚 人生再是可以不行善 但是切勿作恶 离开医院 乐凡大师和小铁弹 回到刚才睡觉的地方 躺在大树下继续睡觉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直到天亮时分 一辆小轿车 停在师徒二人身边 杨六军从车上下来 看着还在睡觉的乐凡大师 脸上露出微笑 并没有吵醒他们 让王二刚去买点吃的 坐在旁边等着他们睡醒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 乐凡大师伸了一个懒腰 慢慢地坐起来 看着坐在旁边的杨六军 面带微笑 接着说道 杨施主 你是不是早就来了 来了 为何不喊醒平僧 大师 昨天晚上 你跟铁弹为了救我 一定没有睡好 我想 让你们多睡一会 听着杨六军的回答 乐凡大师点了点头 其实早就发现 有车停在旁边 但是没有感觉到危险的气息 便躺在地上继续睡觉 与此同时 王二刚提着油条豆浆走了过来 乐凡大师踢了踢 还在睡觉的小铁弹 接着说道 铁弹 别睡了 赶快起床吃饭 吃完饭 还要去看水 聚天心的风水局 看看有没有被人破掉 哦 小铁弹打了一个机灵 急忙坐起来揉了揉眼睛 接着说道 师父 我还没睡醒 能不能再让我睡一会 这都几点了 还睡 赶快吃饭 吃完饭还要干活 趁着吃饭的时间 乐凡大师看着杨六军 接着问道 杨施主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 都准备好没有 都准备好了 一样也不少 好 平僧吃完了 走吧 去你父亲的坟上看看 说话时 拉着还在吃油条的小铁弹 坐上汽车 王二刚开着车 带着几个人向水聚天心所在的位置驶去 坐在车上 杨六军总感觉心神不宁 担心的声音问道 大师 水聚天心的风水局 若是真的被人破了 那该怎么办 第1,210章 水聚天心被破 12 听着杨六军的问题 拉凡大师眉头微微一皱 来的时候 李承锋只告诉他 看水聚天心 有没有被人破掉的方法 没有告诉他 水聚天心 若是被破了 该怎么办 沉默片刻 接着说道 杨施主 水聚天心 若是被人破了 平僧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给小施主打电话 让他想办法 好吧 杨六军点了点头 心中有些遗憾 若是李兄弟能回来 肯定能轻松看出 父亲的坟上 有没有被人做手脚 但是心里清楚 他之所以不回来 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也不知道 他遇到的麻烦是 有没有解决掉 没多久 王二刚开着汽车 来到远离市区的农村 把汽车停在路边 杨六军的岳父 早已等在路旁 自从得知家里的风水 可能被人破了 女婿接二连三晕倒的事情 心里就非常担心 从女儿口中得知 今天 女婿会带着人 去亲家坟上看风水 看看水聚天心的风水局 是不是出了问题 心里特别着急 一大早便在路边等着 看着停在旁边的汽车 还有从车上下来的杨六军 王二刚等人 脸上瞬间露出微笑 担心的声音问道 六军 你 你没事了吧 爸 我没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了凡大师 这一位是铁蛋大师 昨天晚上 多亏他们 不然我就见不到你了 听着杨六军的介绍 岳父一脸感激 冲着师徒二人 不停地弯腰感谢 就差跪在地上感谢两人 小铁蛋满脸惊讶 看上去有些不好意思 拉了拉了凡大师的衣袖 脸上带着微笑 接着说道 师父 听到没有 杨大哥 说我是铁蛋大师 嘿嘿 嗯 听到了 以后你就是铁蛋大师 听着师父的回答 小铁蛋有些飘了 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有人喊他大师 师父也说了 以后他就是铁蛋大师 想到这里 别提多开心 等见到李大哥 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小铁蛋已经不是以前的小铁蛋了 现在是铁蛋大师 就在小铁蛋暗暗窃喜时 杨六军的岳父面带微笑 接着说道 拉凡大师 铁蛋大师 时间不早了 我带你们去山上看看吧 看看坟上 是不是出了问题 嗯 老师主 请带路 拉凡大师客气地声音说道 跟在杨六军 王二刚身后向山上走去 没多久便来到坟前 站在坟前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坟墓正前方 是一座很大的水库 盯着水库看了一会 心想 这应该就是小施主说的水聚天心 水库周围的山峰 草木茂盛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来 这个位置的地气 应该非常旺 盯着水库看了一会 又在坟墓周围转了一圈 除了地上有些脚印 没有发现 坟墓被人做手脚的痕迹 站在旁边的杨六军 见了凡大师 一脸严肃 围着父亲坟墓转了一圈 心中很是着急 迫不及待的声音问道 大师 能不能看出 我父亲坟上 被人做了什么手脚 杨施主 不要着急 让平僧好好地看一下 再回答你的问题 说话时 想到李承锋说的方法 走到坟墓前 看着长满草的坟丘 弯腰伸手抓住一棵大草 轻轻用力拔了起来 看着拔出来的茅草 发现草根全部腐烂变黑 所有草根全部断掉 眉头微微一皱 还记得小施主说过 若是轻轻一拔 草根就会断掉 并且腐烂发黑 那就说明 这个地方风水不好 水距天心的风水局 十有八九 被人做了手脚 又弯腰拔了几棵小草 每一棵都是如此 草根腐烂变黑 轻轻一拽就会断掉 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 杨六郡盯着了 樊大师手中的草 看着断掉腐烂的草根 虽然不懂风水 但也知道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 草根不可能平白无故腐烂 不可能轻轻一拽 就会断掉 顿时一脸紧张 担心的声音问道 大师 这是怎么回事 草根怎么都烂了 杨施主 水距天心的风水局 被人做了手脚 有人想让杨家断子绝孙 听着了樊大师的回答 杨六郡满脸愤怒 究竟是什么人如此狠毒 在他父亲的坟上做手脚 若是被他抓到 一定不会放过他 乐樊大师沉默片刻 想着李承锋说的方法 先让杨六郡 坟箱烧纸 把准备好的供品摆在坟墓前面 又让王二刚把公鸡拿过来 放在坟墓门口 原本还在不停挣扎的公鸡 被放到坟墓门口后 顿时安静下来 趴在坟墓前面一动不动 公鸡面前放着一碗酒 两边是在燃烧的香烛 正前方是在燃烧的纸前 还有摆了一地的供品 做好一切 乐樊大师让杨六郡跪在坟墓前 让他对着父亲的坟墓不停磕头 一边磕头 还要一边哭一边喊 父亲的坟墓磕起了头 一边磕着头 嘴里同时喊道 爸 我来看你了 给你准备了好酒好菜 你就出来喝点吧 跪在坟墓前不知哭了多久 趴在坟墓门口的公鸡 始终没有任何反应 嗓子都喊哑了 没有了樊大师的允许 不敢停下来 只能跪在坟前继续哭 继续喊 心中满是疑惑 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 跪在地上哭了那么久 趴在地上的公鸡 什么反应都没有 站在旁边的了樊大师 也是面带疑惑 心想 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 杨六军跪在地上 哭了半个多小时 公鸡趴在那里一动未动 跟小施主说得完全不一样 就在疑惑之时 王二刚已经有些不耐烦 走到了樊大师身边 轻声细语地问道 大师 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公鸡怎么还没动 是不是你把方法弄错了 不可能 从头到尾 平僧都是按照小施主说的方法做的 绝不可能出错 若是出错 也是小施主的方法有问题 了樊大师一脸严肃地说道 说什么也不会承认 是自己的方法出了错 就算出错 也是小施主的问题 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看着了樊大师的样子 王二刚不敢多说 心里清楚 以李先生的做事风格 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 倒是这个大和尚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丢三落四 一一正正 给人的第一感觉 就是不靠谱 犹豫片刻 小心翼翼地说道 大师 六哥的嗓子都快哭哑了 再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你好好的想一下 是不是漏了什么环节 不可能 贫僧做事向来谨慎 怎么会有漏掉的环节 一定是小施主的方法有问题 了樊大师不爽的声音说道 说话时 脑子里回忆着 李成峰说的方法和步骤 仔细想了一下 瞬间意识到 好像真的漏了一个环节 第1211章 水炬天心被破 13 听着了樊大师的回答 王二刚不敢继续说话 恐怕惹怒了这个大和尚 给自己一巴掌 那就惨了 转头看向杨六军 见他依然跪在坟前不停地哭喊 声音已经越来越小 杨六军哭了半个多小时 已经累了 看着趴在坟墓门口的攻击 过去那么长时间 始终一动未动 心中很是无奈 一边哭着一边喊着 抬头看向了樊大师 想问问他还要不要哭 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见他走到坟墓门口 在坟墓前面用力剁了三角 地上留下三个深深的脚印 剁完三角后 脸上带着歉意的微笑 不好意思的声音说 杨施主 抱歉 刚才漏了一个环节 忘了敲门 杨六军同样面带微笑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心里却暗暗叫苦 果真是勒凡大师搞错了 白白哭了半个多小时 嗓子都哭哑了 真的太倒霉了 虽然知道 勒凡大师漏了一个环节 杨六军没有一丝怨言 因为这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接着说道 大师 没事的 嗯 没事就好 你继续哭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勒凡大师笑呵呵地说道 接着转身走到一边 等了一会 见杨六军跪在地上没有哭 急忙催促道 杨施主 愣在那里做什么 赶快哭 继续哭 别停下 哦 杨六军叹了一口气 清了清嗓子 看着眼前的坟墓 用力挤出一点泪水 伤心的声音哭喊道 爸 我来看你了 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好菜 你就出来喝点吧 随着一声声哭喊 坟墓门口突然飞出一个小旋风 缠住趴在门口的公鸡 公鸡像是受到惊吓 不停地扑闪翅膀 挣扎 咕咕咕叫个不停 就是飞不出小旋风 没一会 小旋风突然消失 公鸡也恢复安静 静静地趴在坟墓门口 看着坟墓前发生的一幕 每个人都是一脸紧张 目不转睛盯着趴在地上的公鸡 不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众人紧张的目光中 趴在地上的公鸡 慢慢抬起头 看着跪在地上的杨六军 眨了眨眼睛 竟然流出几滴眼泪 跪在地上的杨六军 惊讶地目光看着公鸡 对于这个眼神再熟悉不过 因为父亲活着时 经常用这种眼神看他 顿时心头一紧 激动的声音喊道 爸 真的是你吗 是你的话 你就喝点酒 这是你最爱喝的高亮酒 咕咕咕咕 话刚刚说完 站在坟墓门口的公鸡 突然扬起头叫了几声 叫声过后 眼中露出疑惑的神色 想要说话 发出来的声音 竟然是鸡叫声 公鸡盯着杨六军沉默片刻 低头看着面前装满酒水的碗 眼睛又眨动了几下 随之低头 把尖尖的嘴巴放到碗里 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没一会 就喝了小半碗 看着正在喝酒的公鸡 杨六军无比激动 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一边哭着 一边喊着 爸 爸 我真的好想你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能不能给我说两句话 站在旁边的王二刚 杨六军的岳父 惊讶的目光看着公鸡 此刻 已经意识到 杨六军父亲的魂魄 已经附身到这只大公鸡身上 真的无法想象 天底下竟然还有如此神奇的竖法 让死去的魂魄 附身在公鸡身上 乐凡大师双手合十 迎送了一声佛号 心中暗暗感叹 小施主不是一般的牛逼 竟然会这种竖法 想到李承锋说过 一旦杨六军父亲的魂魄 附身到公鸡上 就让杨六军问问他父亲 坟墓上被做了什么手脚 想到这里 急忙提醒杨六军 听到了樊大师的提醒 杨六军不敢耽搁 急忙收起悲伤的心情 看着站在坟墓门口的公鸡 着急的声音说道 爸 你知不知道 是什么人在坟上做的手脚 他们在哪个地方做的手脚 你能不能告诉我 咕咕咯 话音刚刚落下 公鸡再次抬起头 对着空中发出叫声 同时扑扇了几下翅膀 迈着奇怪的步伐 离开坟墓门口 向水库的方向走去 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 这只公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跟父亲生前走路的样子一模一样 因为父亲有风湿病 常年腿疼 走起路来就是一瘸一拐 杨六军的岳父也是满脸震惊 难以置信地语气说道 他 他真是我亲家 不要说话 赶快跟上去 听到了樊大师的提醒 杨六军急忙从地上爬起来 远远地跟在公鸡后面 看着公鸡向水库走去 跟在后面的了樊大师 往后看了一眼 转而看向王二刚 脸色微微一沉 不爽的声音说道 我让你准备的鲡鱼呢 怎么不见了 我没拿 在后面 快点回去拿 不然会耽误事 乐凡大师着急的声音说道 还记得小施主说过 杨六军附近的魂魄 若是附身到公鸡上 往别的地方走 鲡鱼就用不上 若是往水库的方向走 鲡鱼就用得到 此刻 公鸡正向水库的方向走去 不把鲡鱼带上 可能会前功尽弃 王二刚急忙应了一声 转身回去拿鲤鱼 抱住装鲤鱼的箱子 匆匆忙忙 向水库的方向跑去 看着荒里慌张的王二刚 乐凡大师气愤的声音说道 小心点 别摔倒了 哦 王二刚急忙应了一声 随之放慢速度 稳稳地拿着鱼箱 跟在了凡大师身后 向水库走去 没多久 杨六军 乐凡大师等人 跟在公鸡后面 来到水库边上 就见大公鸡站在水库边上 看着水库深处一动不动 没一会 突然抬头对着天空 哭哭了 听着鸡叫 想到小施主说的方法 乐凡大师一刻也不敢耽搁 让王二刚 把鱼箱放到水库边上 让杨六军把水箱里的鱼拿出来 放到公鸡前面的水里 杨六军小心翼翼 把鱼放到水里 担心鱼会游走 谁曾想 这条鲤鱼并没有游走 而是在公鸡前面的水里 不停转圈 没一会 公鸡又发出一阵叫声 扑扔了几下翅膀 接着闭上眼睛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与此同时 公鸡身上飞出一个小旋风 落到水面上 见其很大的水花 紧接着 正在水里转圈的鲤鱼 突然向水库伸出游去 看着离奇的荧幕 在场的人都是满脸震惊 小铁蛋开口说道 师父 公鸡死了 鲤鱼也跑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第1212章 水剧天星被迫 14 听着小铁蛋说的话 乐凡大师眉眼低沉 还记得小施主说过 把鲤鱼放到水里 鲤鱼若是游走 不要去追 在岸边等着就行 低头看着小铁蛋 把李承锋说的方法 讲了出来 听了樊大师讲完 看着突然死掉的公鸡 想到游走的鲤鱼 心中暗暗感叹 鲤兄弟真是料事如神 每一步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沉重的目光看着水库 心里清楚 父亲的魂魄 先是附到公鸡身上 又附到鲤鱼身上 去水里寻找被做手脚的位置 难怪在坟墓周围找了很久 也没找到 是哪个地方被人做了手脚 此刻才意识到 被做手脚的地方在水里 所谓水距天心 水才是风水眼 要想破掉此处的风水 就要毁掉天心水 想明白里面的事情 才意识到 李兄弟已经猜到 对方在水里做了手脚 才想了这个办法 几个人站在岸边 目不转睛盯着水库 看着水面上 层层叠叠的波纹 心中很是着急 那条鲤鱼已经离开十几分钟 到现在还没回来 会不会出事了 沉默片刻 转而看向了凡大师 担心的声音问道 大师 那条鲤鱼怎么还不回来 杨施主 不要着急 小施主说过 只要鱼不回来 就在岸边等着 听着了凡大师的回答 杨六军点了点头 再次转头看向水面 又等了半个多小时 始终不见鲤鱼回来 小铁蛋也是一脸着急 抬头看着了凡大师 担心的声音说道 师父 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那条鲤鱼还不回来 会不会被淹死 那条鲤鱼若是会游泳 就不会被淹死 若是不会游泳 十有八九就被淹死了 乐凡大师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听着师徒二人的对话 看着满脸好奇的小铁蛋 杨六军一脸猛逼 挠了挠头皮 心中很是担心 也不知道那条鲤鱼会不会游泳 若是不会游泳被淹死了 那可怎么办 父亲的魂魄 还鲤鱼身上 有的时候太着急 智商就会受到影响 杨六军还没意识到 师徒二人的对话 有着很大的问题 反应过来 顿时一脸尴尬 没想到 被大和尚给带偏了 又等了一会 李渔还没回来 王二刚叹了一口气 转而看向了梵大师 心想 是不是又漏了什么环节 才导致李渔没有回来的 由于片刻 刚想开口问问了梵大师 是不是又漏了啥 还没来得及问 突然听到水花似箭的声音 急忙转头向水面上看去 就见前方二十多米的水面上 一条大鱼正在水中不停地挣扎 顿时心头一紧 指着水面着急的声音喊道 六个 大师 快看 那条鱼是不是刚才放走的那一条 不用王二刚提醒 杨六军 了樊大师等人 都看到了水中挣扎的大鱼 盯着鱼看了一会 杨六军颤抖的声音喊道 没错 这就是刚才 我放到水里的鲤鱼 看着不停挣扎的鲤鱼 心中很是着急 这条鲤鱼怎么了 是不是遇到了危险 想到父亲的魂魄 附在这条鲤鱼身上 心中很是担心 转而看向了樊大师 接着问道 大师 怎么办 我父亲的魂魄 会不会有危险 应该不会 如果有危险 你父亲肯定会离开 嘴上虽然这么说 心里却有些担心 想到小施主说过 放到水里的鲤鱼 找到被坐手脚的位置 就会重新游回来 等鲤鱼游回来 在鲤鱼身上绑上一根红线 就能顺着红线 找到被坐手脚的地方 如果鲤鱼不回来 那就说明 没有找到被坐手脚的位置 还要继续等待 可是眼前发生的一幕 跟李承锋说的完全不一样 这条鱼好像遇到了危险 正在水面上不停地挣扎 看上去非常痛苦 听着了樊大师的回答 杨六军的心中 还是非常着急 心里清楚 父亲肯定遇到了危险 担心的声音说道 大师 赶快想想办法 我能感觉到 我父亲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贫僧也没办法 赶快给小施主打电话 问问小施主怎么办 听着了樊大师的回答 杨六军很是无奈 急忙掏出手机 拨通李承锋的电话 把这边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 得知事情的经过 李承锋脸色微微一沉 由此看来 他们坐的手脚的确在水里 沉默片刻 接着说道 六哥 赶快对着水库喊 把你父亲喊回来 不然 他就回不来了 哦 我知道了 杨六军急忙挂上电话 扭头看着水中挣扎的鲤 一刻也不敢耽搁 急忙喊道 爸 我在这里 赶快回来 随着一声一声的呼喊 在水里挣扎的鲤鱼 好像听到杨六军的喊声 用力摇晃着鱼尾 拍打着水面 拼了命地向岸边游 没一会 鲤鱼挣脱束缚游到岸边 就见鲤鱼身上满是伤痕 右边的鱼腮已经不见 身上的鳞片脱落了很多 看着奄奄一息的鲤鱼 杨六军很是心痛 不过寒冷 急忙走到水里 把鱼捧了起来 眼含泪水 抽气的声音喊道 爸 你在水里遇到了啥 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 被杨六军捧在手里的鲤鱼 只是张了张嘴 并没有发出声音 应该是想说话 却说不出来 紧接着 就见鲤鱼眨了眨眼睛 一个不大的小旋风 从鲤鱼身上飞了出去 落到地上 围着杨六军转了几圈 随之飞向远处的坟墓 从坟墓门口 重新回到墓中 小旋风飞走的那一刻 手里的鲤鱼 瞬间失去生命气息 看着飞走的小旋风 杨六军的心理非常清楚 那是父亲的化身 父亲已经回去了 还不知道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心中很是着急 转而看向了凡大师 接着说道 大师 我父亲回去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杨施主 你们在上面等着 平僧跟铁弹去水里看看 看看下面有什么东西 了凡大师看着不远处的水面 一脸严肃地说道 鲤鱼挣扎的地方 肯定有问题 必须下去看看 才知道怎么回事 听到了凡大师说 要和小铁弹去水里看看 杨六军一脸担心 急忙说道 大师 太危险了 还是不要下去了 再想想其他办法 实在不行 我就把父亲的坟迁走 杨施主 这么好的风水宝地 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 若是把坟迁走 那就太可惜了 平僧跟铁弹下去看看 看看水里藏着什么东西 不下去看看 平僧心里痒痒得很 看着浑身是伤死掉的鲤鱼 了凡大师的好奇心 已经被勾了起来 想去水里看看 看看水里什么情况 第1213章 水聚天星被破 十五 不管杨六军怎么劝说 勒凡大师非要带着小铁弹 去水里看看 看看水里藏着什么东西 劝说无果 杨六军一脸无奈 转头看向小铁弹 担心的声音说道 大师 铁弹大师还小 您就不要带他下去冒险了 让他在上面等着吧 不行 你都喊他铁弹大师了 他不跟我下去 谁跟平僧下去 再说了 在水里若是遇到危险 他还能帮我挡一下 给平僧争取逃跑的时间 听着勒凡大师说的话 杨六军脸色一沉 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他 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混蛋师傅 做师傅的 不为徒弟的安全考虑 还要带着徒弟去冒险 拿徒弟做挡箭牌 劝了凡大师劝不动 再次看向小铁弹 一脸严肃地说道 铁弹大师 水里很危险 你还是不要下去了 留在岸上比较安全 你就在岸上等着吧 不行 我要跟师傅一起下去 我若不下去 师傅遇到危险 谁来帮他挡一下 听着小铁弹说的话 二人就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既然这样 还有什么好说的 叹了一口气 接着说道 好吧 你既然这么想 就当杨大哥什么都没说 等到了水下 一定要小心 嗯 小铁弹点了点头 脱掉身上的袈裟 走在了凡大师前面 迈不向水里走去 现在 已经进入冬季 水非常凉 若是普通人 估计无法承受水中的寒冷 刚刚走了没几步 小铁弹察觉到不对 停住脚步 慢慢转头 看着站在岸边的了凡大师 眨了眨眼睛 疑惑的声音问道 师父 你不是要带我 去水里看看吗 怎么还不脱衣服 铁弹 师父突然想起来 我的老寒腿又犯了 现在不能下水 一旦下水 就会加重病情 你还是自己下去吧 看看水里有什么东西 听到了凡大师的回答 站在旁边的杨六军 王二刚等人 都用鄙夷的目光 看着大和尚 心想 这个和尚太不要脸了 刚才是他说 要带着小铁弹 去水里看看 如今小铁弹已经脱掉 袈裟走到水里 大和尚又突然变卦 说什么老寒腿犯了 让小铁弹自己下水 天底下怎么会有 如此厚颜无耻的人 这不明摆着坑徒弟吗 小铁弹愣了愣 根本不怀疑师父说的话 又眨了眨眼睛 委屈的眼神看着了凡大师 想到鲁鱼挣扎的一幕 还有浑身的伤痕 脸上露出害怕的表情 接着说道 师父 我一个人下去害怕 你陪我一起下水好不好 不好 了凡大师表情一冷 继续说道 有什么好怕的 不要忘了 你现在是铁弹大师 既然是大师 就要独当一面 不然怎么配得上 大师这个称号 听着师父的回答 小铁弹眨了眨眼睛 虽然很想做大师 但是做大师太危险了 就在犹豫之时 了凡大师一脸严肃 继续说道 你若不想下去 那就算了 以后就不要叫铁弹大师了 因为你配不上 大师这个称号 站在旁边的杨六军 王二刚等人 听着了凡大师说的话 每个人都是一脸鄙夷 满脸怒气 这是人干的事情吗 有这样坑徒弟的师父 让人愤怒的是 师父这样坑徒弟 徒弟竟然一点也不生气 还点了点头 信誓旦旦的说道 师父 你说的对 我是铁弹大师 既然是大师 就要独当一面 你在上面等着吧 铁弹大师自己下去 说话时 盯着了凡大师看了一会 慢慢转身 继续向水里走去 恍然想到什么 又突然转身开口说道 师父 我的包里还有两包辣条 我若上不来 你就留着自己吃吧 好的 你若上不来 师父一定不会浪费 帮你把辣条吃掉 说话时 心里想着 这个小混蛋 竟然知道藏吃的了 难怪最近胖了不少 交代完两包辣条的事情 小铁弹微微一笑 转身向水里走去 看着小铁弹的背影 杨六军很是担心 不爽的眼神 白了了凡大师一眼 这个大和尚 真的太可恶了 就会欺负小和尚 小铁弹 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他良心上可过得去 就算他良心上过得去 自己的良心可过不去 毕竟小铁弹 还是一个孩子 心里非常后悔 早知这样 说什么也不会喊他大师 担心的目光 看着小铁弹 着急的声音喊道 铁弹 赶快回来 这个风水咱们不看了 明天我就找人 选个好日子 把上面的坟签走 杨大哥 请你喊我铁弹大师 你若不喊我铁弹大师 以后我就不理你了 听着小铁弹的回答 杨六军很是无语 大师这个称号 就这么重要吗 沉默片刻 接着说道 好吧 铁弹大师 你一个人下去太危险了 还是不要下去了 明天我就找人 把上面的坟签走 听到杨六军 喊自己铁弹大师 脸上才露出满意的表情 微微一笑 接着说道 杨大哥 师父说了 这么好的风水宝地 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的 我必须下去看看 看看水里有什么东西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说完这句话 小铁弹再次转身 向水里走去 走到没过膝盖的地方 双脚突然用力 直接钻进水里 溅起一片水花 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着水面 渐渐恢复平静 杨六军很是担心 又白了 勒凡大师一眼 什么话也没说 心想 若是小铁弹遇到危险 有个三长两短 看这个大和尚 怎么收场 勒凡大师 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平静的双眼看着水面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不知不觉 已经过去二十多分钟 始终没有看到 小铁弹浮出水面 只见水面上露出几个气泡 没有看到小铁弹 平安浮出水面 杨六军的心 已经紧张到极点 小铁弹为了杨家的事情 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会自责一辈子 喘了几口粗气 急忙往前走了几步 双手放在嘴边 冲着平静的水面喊道 铁弹大师 不要找了 太危险了 赶快回来吧 连续喊了好几遍 平静的水面上 没有任何反应 这让杨六军更加担心 杨六军的预感越来越强 因为在他的认知中 很少有人在水里憋气 能憋半个小时 看着一脸着急 满脸担心的杨六军 老凡大师从始至中 都是一脸淡定 很是平静 微微一笑接着说道 杨施主 不用喊了 铁弹大师不会有事的 听到了凡大师的声音 杨六军很是烦躁 不爽的声音说道 大师 你真的太过分了 不管怎么说 铁弹都是你徒弟 你怎么忍心 让他一个人下水 第1214章 水聚天心被迫 16 看着愤怒的杨六军 老凡大师面带微笑 一句话没有说 始终盯着水面 他跟小铁弹相依为命 十几年 跟小铁弹情同父子 心里比谁都担心 比谁都着急 担心归担心 还是想借着这次机会 锻炼一下小铁弹 让他有能力 有胆量 独自面对危险 教育孩子就是这样 做长辈的 若是一直护着孩子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把孩子护在身后 替孩子承担一切 帮孩子解决所有问题 这样做只会害了孩子 等孩子长大了 遇到事情 就会不知道怎么面对 怎么解决 为了让孩子 变得更坚强 更勇敢 必要的时候 要让孩子 独立面对一些事情 独自解决一些事情 只有这样 才能锻炼孩子 让孩子的性格 变得更加坚强 在场的人 谁又知道 乐凡大师的良苦用心 小铁弹已经十几岁了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首先想到的便是师父 想着 让师父帮忙解决 这样下去 只会害了他 必须锻炼他 让他有独立 面对危险的能力 看着平静的水面 始终不见小铁弹出来 王二刚也是满脸怒气 转而看向了 樊大师 气愤的声音说道 大师 你真的太过分了 铁弹那么小 你就让他独自下水 他若有个三长两短 我看以后谁给你养老 不管杨六军 王二刚怎么说 乐凡大师始终盯着 平静的水面 一句话没有说 心里非常担心 非常着急 小铁弹下水那么久了 怎么还不上来 是不是真的遇到危险了 趴在岸边的黄大郎 看不到小铁弹机的团团转 发出吱吱吱的叫声 看上去非常着急 很想跳到水里 却又不敢 又盯着水面看了一会 乐凡大师再也无法淡定 袈裟也没脱 快速迈步走到水里 着急的声音喊道 铁弹 铁弹 你在哪里 赶快回来 不要吓唬师父 你若不回来 师父就把你的辣条吃掉 看着突然走到水里的乐凡大师 杨六军 王二刚都是一脸不爽 心想 臭和尚这是后悔了吗 乐凡大师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 心里非常后悔 早知这样就不断练小铁弹了 陪他一起下水 可是后悔也晚了 又往前走了两步 准备去水里寻找小铁弹 刚要跳进水里 就见前面不远处的水面上 突然冒出一串气泡 紧接着 就见小铁弹从水里钻了出来 浮出水面的小铁弹 先是晃了晃脑袋 看着站在水边 一脸着急的了凡大师 脸上露出微笑 开心的声音喊道 师傅 师傅 我在这里 是 师傅看到了 看着浮出水面的小铁弹 强忍着眼泪 不让泪水流下来 可是根本控制不住 几滴不争气的眼泪 还是流了下来 气愤的声音喊道 你个小混蛋 怎么现在才出来 赶快回来 哦 小铁弹急忙应了一声 挥动双手向岸边游去 见小铁弹平安无事 杨六军 王二刚都松了一口气 就在小铁弹向岸边游来时 的了凡大师 心头突然一紧 发现水中有两个黑影 紧紧跟在小铁弹身后 跟他的距离越来越近 看着两个诡异的黑影 了凡大师很是担心 急忙提醒道 铁弹 小心 你后面有东西 听到师傅的提醒 小铁弹突然停止游动 扭头看向身后 就见两团漆黑的东西 已经游到面前 由于两个东西藏在水里 看不清他们的容貌 但是从形态上看 跟人长得特别像 看着近在咫尺的黑影 小铁弹满脸疑惑 心中很是好奇 这 这是什么东西 此时的小铁弹 距岸边还有十多米的距离 被两团黑影盯上 想要上岸有些困难 见小铁弹愣在水里 盯着两团黑色的东西 了凡大师很是担心 这个孩子怎么突然停下了 着急的声音喊道 铁弹 危险 快跑 说话时 了凡大师一把拽掉身上的袈裟 直接跳进水里 向小铁弹游去 就在了凡大师 脱掉袈裟跳进水里的那一刻 站在后面的杨六军 王二刚发现 他的后背上 长着七颗痣 呈北斗七星的形状 几个人并不知道 背上长着七颗痣 有什么寓意 目光全在水中 小铁弹的身上 着急的声音喊道 铁弹大师 赶快回来 水里危险 听到岸上的提醒 看着近在咫尺的黑影 想到浑身是伤的大鲤鱼 小铁弹急忙转身 向岸边游去 可是刚刚转过身 还没来得及游动 就感觉两个脚腕 传来冰冷刺骨的感觉 好像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感觉到情况不对 小铁弹脸色微微一变 急忙转头向脚上看去 就见两个身影 劈头散发 脸色苍白 伸手抓着自己的脚腕 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 用死鱼般的眼睛盯着自己 看到两个恐怖的面孔 小铁弹只是害怕了三秒钟 脸上瞬间露出杀气 心想 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竟敢招惹铁弹大师 今天 不把两个东西打得魂飞魄散 怎么配得上大师这个称呼 小铁弹满脸杀气 还没来得及出手 两个脏东西 突然用力 拖着小铁弹的脚腕 向深水区游去 速度之快 让人无法想象 趁着还没沉入水中 小铁弹急忙仰起头 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然后一头扎进水里 任由两个脏东西 拖着它进入深水区 眼看小铁弹已经浮出水面 可是还没来得及游到岸边 就被两个黑影拖入水中 心中很是担心 很是着急 一直在岸边转圈圈的黄大郎 看着消失的小铁弹不再犹豫 一头扎进水里 向小铁弹消失的方向游去 杨六军 王二刚等人 再也顾不上水中的寒冷 快速脱掉衣服 跟在了凡大师身后 纷纷跳入水中 向小铁弹消失的方向游去 乐凡大师第一个游到 小铁弹消失的位置 直接潜入水底 寻找小铁弹的身影 黄大郎同样潜入水底 紧接着 杨六军跟他岳父 还有王二刚等人 也都游到小铁弹消失的地方 由于能力有限 在水中憋气 最多憋一分钟 根本无法潜水 只能在水面上寻找 在水面上找了五六分钟 也没找到小铁弹 乐凡大师和黄鼠狼 也不知所踪 在寒冷的水中待了没一会 便被冻得嘴唇发紫 身体根本受不了 杨六军的岳父 打了两个哆嗦 看着身边的几个人接着说道 六军 二刚 咱们先上岸吧 再找下去 人还没有找到 咱们就让冻坏了 嗯 你们先回去吧 我再找一会 杨六军不顾水中的寒冷 继续钻入水中 寻找小铁弹 别人可以回去 他不能回去 老樊大师和小铁弹士来帮他的 也是李成峰的好朋友 若是他们发生意外 怎么跟自己的兄弟交代 直到在水中憋不住气 杨六军才浮出水面 发现王二刚和岳父还在旁边 喘了几口粗气 接着说道 爸 二刚 水里太冷了 你们先回去吧 六哥 别找了 这样找根本找不到的 老樊大师和小铁弹 不是普通人 他们不会有事的 咱们还是去岸上等吧 第1215章 水炬天星被迫 17 在王二刚的劝说下 杨六军一脸无奈 双脚在水中前后摇摆 双手在水里上下摇晃 漂浮在水面上 扫尸了一圈 接着说道 算了 咱们先回去吧 但愿大师和铁弹 不会有事 水里的几个人 转身向岸边游去 来到岸上 看着平静的水面 心里非常担心 希望了樊大师和小铁弹 能快点浮出水面 等待的过程中 没有一个人说话 目不转睛 盯着平静的水面 不知等了多久 始终不见了 樊大师和小铁弹 浮出水面 心里无比着急 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王二刚叹了一口气 接着说道 六哥 实在不行 咱们就报关吧 嗯 杨六军一脸伤心点了点头 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 还是不见了樊大师和小铁弹 浮出水面 估计师徒二人 已经凶多吉少 现在能做的就是报关 让相关部门 打捞他们的尸体 就在一脸伤心时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由于太难过 手机响了好一会 才慢慢掏出手机 看了一下来电显示 打电话的 近视李成风 盯着手机看了一会 顿时一脸纠结 樊大师和小铁弹生死不知 怎么跟李兄弟交代 沉默片刻 最终还是接通电话 刚刚接通电话 就听电话里传来李成风的声音 六哥 水聚天星是不是被人做了手脚 有没有找到做手脚的方位 还没有 兄弟 有 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杨六军没有隐瞒 把了樊大师和小铁弹潜入水中 到现在 还没浮出水面的事情 讲了出来 听杨六军讲完事情的经过 李成风一脸担心 拿着手机沉默了很久 心想 以了樊大师和小铁弹的修为 应该不会有事 就在李成风沉默时 电话里又传来杨六军的声音 只听他充满歉意的声音说道 兄弟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真的很自责 若不是因为我 樊樊大师和铁弹大师 就不会出事 我这就报官 让官府的人过来 六哥 不要报官 大师和铁弹 不会有事的 以他们的修为 在水里待个一天半天 不会有问题 杨六军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李成风打断 这件事情不能让官府知道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听着李成风说的话 杨六军满脸惊讶 不敢相信 老樊大师和小铁弹 竟能在水里憋气 憋半天的时间 难以置信的声音问道 兄弟 你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在水里憋气 最多憋一分钟 他们怎么可能憋一天 六哥 你不能跟他们别 他们不是一般的和尚 你就不用担心了 在岸边等着就可以 对于李成风说的话 杨六军还是非常相信 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人怎么可能在水里憋气 憋一天的时间 沉默片刻 刚想说话 就听手机里 传来李成风着急的声音 六哥 就这样吧 我有事情要忙 等大师和铁弹出来 再给我打电话 好的 话刚刚说完 就听手机里传来一阵盲音 想到李成风说话的语气 如果没有猜错 他应该遇到了棘手的事情 叹了一口气 随之挂上电话 转头看向平静的水面 心中很是好奇 了凡大师和小铁弹 若是没有出事 为什么还不出来 他们在水中遇到了什么事情 就在疑惑之时 站在旁边的王二刚 开口问道 六哥 李先生怎么说 他说 大师和小铁弹 不会有事的 让我们不要担心 在这里继续等着 等他们出来 再给他打电话 李成风虽然说 师徒二人不会有事 但是不看着 了凡大师和小铁弹 浮出水面 心里还是非常担心 坐立难安 几个人坐在岸边 着急地等着 又等了半个多小时 平静的水面上 突然咕噜咕噜 冒出一串红色的气泡 水面被染成红色 看着血红的水面 杨六军 王二刚急忙站起来 紧张的目光盯着前方 心中不解 谁怎么突然变红了 是不是 了凡大师和铁弹出事了 心里无比担心 无比紧张 没一会 被鲜血染红的水面 越来越大 紧接着 就见一具尸体浮出水面 看着突然浮出水面的尸体 王二刚 杨六军等人 都是一脸紧张 疑惑的声音说道 怎么会有一具尸体 不会是 了凡大师和小铁弹吧 不是 了凡大师和小铁弹 是光着屁股的 这具尸体穿着潜水衣 背着氧气瓶 肯定不是了凡大师和小铁弹 盯着水中的尸体看了一会 杨六军满脸疑惑 心中生出很多疑问 他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藏在水里 又是怎么死掉的 就在杨六军疑惑之时 没一会 水面上再次翻起浪花 就见了凡大师和小铁弹 同时浮出水面 黄大狼趴在小铁弹的肩膀上 不停地摇晃着身躯 甩得水花似箭 刚刚浮出水面 就见了凡大师面带微笑 看着小铁弹 关心的声音问道 你个小混蛋 没事吧 师父 我没事 嘿嘿 小铁弹同样面带微笑 想到水里发生的事情 转头看向 漂浮在不远处的尸体 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 好奇的声音问道 师父 他是什么人 为什么藏在水里 走吧 咱们先上岸 等上岸再说 嗯 就在师徒二人说话时 站在岸边的杨六军 王二刚等人 看着浮出水面的师徒二人 脸上露出激动的表情 挥舞着手臂 兴奋的声音 喊道 大师 铁弹 赶快回来 听到岸边传来喊声 小铁弹跟在了凡大师身边 向岸边游去 等师徒二人爬上岸 杨六军担心的声音说道 了凡大师 铁弹大师 你们怎么现在才出来 我还以为你们出事了 不快把我担心坏了 杨施主 放心吧 贫僧跟铁弹不会有事的 听着了凡大师的回答 杨六军扭头看着水面上 漂浮的尸体 好奇的声音问道 大师 水上飘的那个是什么人 他怎么会在水里 至于他是什么人 贫僧也不清楚 话刚刚说完 站在旁边的王二刚 想到师徒二人 在水下待了一个多小时 好奇的声音问道 大师 你们在水下遇到了什么事情 怎么现在才上来 第1216章 水剧天星被迫 18 听到王二刚的问题 勒凡大师沉默片刻 想到水下发生的事情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转头看着漂浮在水面上的尸体 接着说道 铁弹被两个脏东西拖到水底后 差点被两个脏东西拽到淤泥里 我们还在水底 发现了一个玻璃罩 里面有氧气瓶 煤气罐 燃烧的煤气灶 土地爷爷 土地奶奶的神像 勒凡大师把水下发生的事情 讲了出来 小铁弹被两个脏东西拖入水底后 刚开始还能看到一点东西 可是随着水越来越深 眼前的视野越来越差 没一会 小铁弹便被拖到很深的地方 眼前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瞬间陷入黑暗之中 心里多少有些慌乱 正想着怎么挣脱两个脏东西 突然发现不远处 有一团亮光 看到水底深处的亮光 顿时满脸疑惑 心中不解 这里可是水底怎么会有亮光 两个脏东西 挣脱着小铁弹 想发出亮光的地方游去 没一会 来到发出亮光的位置 看着发出亮光的物体 满脸惊讶 发出亮光的东西 竟是一个高约两米 直径两米的玻璃罩 里面放着煤气罐 正在燃烧的煤气灶 还有几个氧气瓶 看着玻璃中的物品 小铁弹一脸猛逼 这是什么人干的 竟在水底放了一个大型玻璃罩 还有煤气罐 煤气灶 氧气瓶 难道他们要在水里做饭 与此同时 两个脏东西 转头看向小铁弹 原以为这个小和尚 已经被淹死了 没想到 这个小和尚竟然还活着 瞬间露出震惊的表情 震惊过后 两个脏东西 抓着小铁弹的脚腕 想把它拖入水底的淤泥中 只要陷入淤泥 就算它憋气的时间再长 也会困死在淤泥里 脏东西在水中的速度非常快 力大如牛 小铁弹还没反应过来 膝盖往下 已经陷入淤泥 可怕的是 随着两个脏东西 用力往下拽 身体还在继续下陷 估计用不了多久 整个人就会陷入淤泥之中 心头顿时一紧 急忙双手合十 心中默默吟诵着经文 没一会 身上发出淡淡的金光 同时挥出双手 拍向身边的淤泥 手掌拍到淤泥上的那一刻 就听淤泥下面 发出淒厉的惨叫声 虽然在水中 这个声音却不受影响 听得非常清晰 遗憾的是 因为淤泥的阻挡 还有水的阻力 两掌拍下去 没把脏东西 打得魂飞魄散 并且激怒了他们 只感觉脚腕上突然传来一阵疼痛 两个脏东西 抓着小铁丹的脚腕 继续往淤泥里拽 片刻间 屁股往下全部陷入淤泥之中 小铁丹顿时有些慌了 陷入淤泥中的两条腿 根本无法动弹 再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两个脏东西 拽到淤泥里 一旦陷入淤泥 就是死路一条 急忙挥掌 再次拍向淤泥 可是由于太过惊慌 身上的金光已经消失 手掌拍在淤泥上 两个脏东西 没有任何反应 这可急坏了小铁丹 想喊师父救命 由于在水中根本张不开嘴 身体还在不断下陷 急忙弯腰趴在淤泥上 想用这种方式 减缓下陷的速度 可是效果并不大 两个脏东西拽着脚腕 拼了命地往淤泥里拽 感觉两条腿都快被拽掉了 疼得小铁丹呲咬咧嘴 眼看小铁丹 就要陷入淤泥之中 就在生死存亡之际 突然感觉有个东西 落到了肩膀上 顿时被吓了一跳 连续喝了好几口水 急忙转头向肩膀上看去 借着玻璃罩里发出的亮光 发现趴在肩膀上的 净是黄大狼 就见黄大狼用两只小爪子 抱着小铁丹的胳膊 一个劲地往上拽 小铁丹的脸上 瞬间露出微笑 没想到 关键时刻 黄大狼竟然出现了 由于在水中 黄大狼虽有千年修为 但也无法施展 想把小铁丹 从淤泥里拉出来 根本不可能 想要钻进淤泥里 找两个脏东西 又不敢 虽然不能把小铁丹 从淤泥里拉出来 但是由于黄大狼的出现 两个脏东西 想把小铁丹拉进淤泥里 也变得有些困难 两个脏东西 在水里的力气非常大 好像有使不完的劲 随着体力的消耗 黄大狼的体力渐渐透支 眼看小铁丹 还在往淤泥里陷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一个人影突然游到面前 一把抓住小铁丹的手臂 小铁丹被吓了一跳 急忙抬头看去 脸上瞬间露出微笑 想喊师父却喊不出来 乐凡大师点了点头 心中默念着经文 没心处瞬间出现一朵金色莲花 胸口出现一个佛家真言万 浑身上下散发着耀眼的金光 接着抬起手臂 挥掌拍在脚下的淤泥上 淤泥下面 瞬间传来淒厉的惨叫声 很快便恢复平静 乐凡大师趁机抓住小铁丹的手臂 用力往上一拽 小铁丹瞬间被拽了出来 小铁丹被拽出来的那一刻 两具白色的骷髅 从淤泥中带了出来 骷髅的手指紧紧抓着他的脚腕 小铁丹被吓了一跳 急忙用脚踢开两具尸骨 轻松解决掉两个脏东西 乐凡大师拉着小铁丹 带着黄大郎想要离开 小铁丹却拉了拉师父 抬手指向旁边的玻璃罩 看着水下庞大的玻璃罩 乐凡大师也是满脸惊讶 围着玻璃罩游了一圈 仔细观察了一下 发现里面不仅有煤气罐 煤气灶 氧气罐 还有土地公土地婆的神像 看着放在玻璃罩里的物品 了凡大师满脸疑惑 心想 是什么人把这个东西放在水底的 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水底的目的 又是什么 由于在水中无法说话 了凡大师转头看向小铁丹 准备离开去岸上再说 就在看向小铁丹的那一刻 恍然发现 一个黑影正向小铁丹游去 顿时一脸惊慌 想要提醒小铁丹 却又喊不出来 正冲着师傅点头的小铁丹 竟然毫无察觉 身后有危险 发现师傅表情不对 抬手指着自己身后 才意识到有危险 头也来不及转 急忙闪身躲开 就见一把匕首 贴着左边肩膀划了过去 原以为又是一个脏东西 没想到 竟是一个活人 见有人偷袭小铁丹 了凡大师也在此时游了过来 把小铁丹护在身后 跟突然出现的神秘人 缠斗在一起 对方的装备非常精良 实力非常强悍 在水里 了凡大师跟神秘人 打了一个平手 小铁丹也在此时冲了上来 师徒二人联手 才略占上风 经过一番交战 了凡大师夺过对方的匕首 连续捅了对方几刀 割破他的氧气管 这才解决掉神秘人 听了凡大师 讲完事情的经过 杨六军 王二刚 看着水中的尸体 都是满脸疑惑 这个人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水底 还有就是水中的玻璃罩 里面放着煤气罐 煤气灶 氧气瓶又是什么意思 会不会跟这个神秘人有关系 沉默片刻 接着问出心中的疑问 听着杨六军的问题 了凡大师摇了摇头 他也不明白 放在水中的玻璃 罩是什么意思 沉默片刻接着说道 杨施主 还是给小施主打个电话吧 问问他 水中的玻璃 罩是什么意思 好吧 杨六军点了点头 随着掏出手机 拨通李承锋的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把水中发现玻璃罩 煤气罐 氧气瓶 煤气灶 土地神像的事情 讲了出来 讲完后接着问道 兄弟 你知不知道 他们在水里放这些东西 是什么意思 听杨六军讲完水中的发现 电话另一头的李承锋 陷入沉思 思考着对方 在水里放这些物品的用意 杨六军拿着手机 等着李承锋回答问题 就在此时 漂浮在水面上的尸体 扭头看着站在岸上的几个人 接着沉入水底 消失不见 各位朋友 今天就更新一张了 累了 休息一下 我要下去放松放松 吃点杨宝贝 喝点小啤酒 这边的杨宝贝35一串 太贵了 准备买两串解馋 吃饱喝足 然后回去睡觉 第1217章 水聚天心被破 19 所有人的注意力 全在杨六军身上 听着手机里李承锋的声音 没有人注意到 水中的尸体沉入水底 消失不见 没一会 手机另一边的李承锋 开口说道 六个 玻璃罩就是破掉 水聚天心的阵法 我没猜错 这个位置就是天心位 天心水凝聚的地方 他们在水中放一个玻璃罩 天心水便无法凝聚 玻璃罩里放着燃烧的煤气灶 这就是火烧天心 如此一来 水火不容 水中藏火 水聚天心的风水局 就会受到影响 还有就是 玻璃罩里放着土地爷爷土地 奶奶的神像 五行相克土克水 水聚天心就会被土压制 坟墓的气场也会发生变化 杨六军父亲的魂魄 就会阴魂难安 阴魂不安子孙后代肯定不好过 弄不好就会断子绝孙 幸运的是 现在的杨六军 气韵非常旺 风水遭到破坏 对他的影响暂时不是很大 只是晕倒 若是他的气韵差一点 风水被破掉的那一刻 人可能就没了 听李承锋讲完后 杨六军满脸愤怒 气愤的声音说道 兄弟 你说 到底是什么人 我跟他有何仇怨 他为什么破我家的风水 六哥 有些事情 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把玻璃罩毁掉 把土地爷爷土地奶奶的神像带出来 然后赶快离开 再晚一点 我怕你们就走不掉了 李承锋担心的声音说道 乐凡大师和小铁弹 在水里杀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斩龙队的人 如果没有猜错 附近应该还有很多人 他们若是知道同伴被杀 肯定会替同伴报仇 听着李承锋说的话 杨六军被吓了一跳 好奇的声音问道 兄弟 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为什么走不掉 难道水里有什么怪物 会把我们吃掉 六哥 我现在说话不方便 总之听我的没错 赶快把玻璃罩毁掉 然后离开那个地方 听着李承锋的回答 杨六军满脸疑惑 不明白 有什么话不能说出来 叹了一口气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人的声音 李承锋 你在跟谁打电话 跟一个朋友打电话 难道不行吗 行 你想给谁打电话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希望你赶快想办法毁掉飞龙石 不然我们没办法给上面交差 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对话声 杨六军一脸担心 李兄弟到底在忙什么事情 什么毁掉飞龙石 给上面交差 让人听得云里雾里 还想听听他们会说什么 手机里却传来一阵盲音 一脸失望挂上电话 看着手机眉头紧锁 从李兄弟说话的口气中 可以听出来 他应该遇到了麻烦事 就在杨六军愣神之际 站在旁边的王二刚急忙说道 六个 不要浪费时间了 李先生这么说 肯定有他的道理 赶快把玻璃罩砸掉 然后离开这里 嗯 好吧 杨六军点了点头 转而向了凡大师和小铁弹 客气的声音说道 了凡大师 铁弹大师 麻烦你们再下去一次 把水底的玻璃罩毁掉 杨施主 不要客气 这都是小事情 我跟铁弹去去就会 了凡大师和小铁弹 转身向水里走去 刚刚走了没几步 脸上瞬间露出疑惑的神色 惊讶的声音 喊道 师父 那个尸体怎么不见了 听到小铁弹的声音 几个人急忙抬头向水中看去 寻找那具尸体 可是盯着水面看了好一会 也没看到那具尸体 王二刚满脸疑惑 接着说道 奇怪 尸体怎么不见了 是不是沉下去了 他身上背着那么重的氧气瓶 也有可能沉下去了 杨六军随口说道 话刚说完 瞬间感觉到不对 他身上既然背着那么重的氧气瓶 怎么会浮出水面 想到这里 瞬间意识到 那个人可能没死 漂浮在水面上的人 突然消失不见 了凡大师眉头紧锁 不知水中还藏着什么危险 让小铁弹跟着下去太危险了 接着说道 铁弹 你在上面等着吧 师父下去就可以 话还没有说完 迈不向水里走去 身后传来小铁弹着急的声音 师父 我要跟你一起下去 你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你说过的 以后去哪里 都会带着我的 说话时 紧紧跟在 冷凡大师身后 迈不走进水里 冷凡大师很是无奈 只能让小铁弹跟着 黄大狼站在水边 不舍得目光 看着小铁弹的背影 犹豫了片刻 快速追上去 跳到他的肩膀上 小铁弹脸上带着微笑 摸了摸黄大狼的脑袋 把他扔到岸边 接着说道 大狼 你就不要去了 去了也帮不上忙 吱吱吱 黄大狼一脸不舍 只好蹲在岸边等着 师徒二人潜入水底 又在水中寻找了一会 很快找到玻璃罩 里面的煤气罐还在燃烧 照亮着漆黑的水底 了凡大师游到玻璃罩旁边 用手敲了敲玻璃 由于在水里 听不到任何声音 接着举起拳头 挥拳砸在玻璃罩上 由于水底的阻力很大 虽然用了八成的力道 当拳头砸在玻璃罩上 就还剩下五成的力道 拳头落在玻璃上 玻璃没有任何变化 连一点裂纹都没出现 再次挥起拳头 连续砸了几拳 玻璃罩上才出现一点点裂痕 看着细小的裂纹 勒凡大师很是不爽 没想到 竟然是防弹玻璃 还不是普通的防弹玻璃 应该是特制的防弹玻璃 站在旁边的小铁弹 一脸着急 没想到 师傅连续打了好几拳 玻璃上只出现一点点裂痕 想要说话 却又说不出来 只能冲着师傅 不停地打着手势 了凡大师盯着小铁弹的手势 看了一会 也没看懂 冲着他摇了摇头 挥起拳头 使出全身力气 重重地砸在玻璃罩上 见师傅没有看懂自己的意思 小铁弹一脸无奈 游到师傅旁边 开始给师傅帮忙 在师傅二人一次一次地撞击下 玻璃罩上的裂缝越来越大 眼看玻璃罩就要被砸碎 了凡大师的脸上露出微笑 再次挥起拳头 狠狠地砸在玻璃罩上 拳头落在玻璃罩上的那一刻 裂痕越来越大 一点一点向周围扩散 加上水中的压力 玻璃罩突然崩碎 氧气瓶 煤气罐瞬间被淹没 煤气罩上的火焰同时熄灭 玻璃罩被毁掉的那一刻 一个鹅蛋大小 晶莹透亮的水晶体 在水中慢慢凝聚 闪烁着晶莹透亮的光芒 还记得李大哥说过 风水宝地会御御出天才地宝 没有猜错 眼前这块晶莹透亮的水晶 就是水聚天新御御出来的宝物 就在了凡大师和小铁弹 盯着水晶震惊之时 水面上冒出一连串的气泡 站在岸上的杨六军 王二刚等人 看着不停翻滚的气泡 兴奋的声音喊道 嗯 应该是的 杨六军急忙点了点头 几个人的注意力全在水面上 看着不停翻滚的气泡 没有人察觉到 身后有十几个身影 正向他们慢慢靠近 第1218章 水聚天新被迫 20 蹲在岸边的黄大郎眨了眨眼睛 慢慢转头向身后看去 眼睛微微一眯 急忙喊道 后面有人 他们身上杀气很重 赶快跑 听到突然传来的声音 几个人都被吓了一跳 同时低头看向黄大郎 满脸震惊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只黄鼠狼竟然会说话 王二刚惊讶的声音喊道 六哥 我是不是听错了 这只黄鼠狼竟然会说人话 你没听错 我也听到了 听着几个人的对话 黄大郎很是着急 什么时候了 他们还有心情讨论自己 看着越来越近的十几个人 着急的声音喊道 后面有人 赶快跑 听听黄大郎说的话 这才转头向身后看去 就见十几个人已经来到身后 距他们不过三十名 看着突然出现的人群 王二刚一脸警惕 急忙看向杨六军 担心的声音问道 六哥 怎么办 我看这些人不是善来 咱们要不要跑 咱又没做犯法的事情 为什么要跑 杨六军毫无畏惧的声音说道 看着十几个人 一步一步走到面前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穿着一身黑色的制服 制服左边胸口位置 有个圆形的标记 标记里绣着一条龙 还有一把刀 刀锋对准龙头 像是要把龙头砍下来 其他人的身上也都穿着这种衣服 看上去很有气势 给人的第一感觉 不是什么好人 中年男子来到几人跟前 冰冷的目光打亮着杨六军 王二刚等人 沉默片刻 微严的声音说道 你们是什么人 来这个地方做什么 这里又不是你家的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为什么要告诉你 杨六军脸色微微一沉 不爽的声音说道 盯着几个人看了一会 继续说道 我也想问问你 你们是什么人 来这个地方做什么 听着杨六军的问题 中年男子呵呵笑了起来 心想 有点意思 学着他的口气 开口说道 这个地方也不是你家的 我来这个地方做什么 为什么要告诉你 抱歉 让你失望了 我要告诉你 这座水库 还有附近的几座山头 都是我家的 杨六军玩味的声音说道 这座水库 还有附近的几座山头 全是岳父的 跟自己的一样 没有什么差别 听着杨六军的回答 中年男子脸色微微一变 没想到 竟然遇到了正主 瞬间意识到 他应该就是水聚天心的主人 中年男子沉默片刻 脸上露出微笑 嘚瑟的声音说道 你说错了 在华夏 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 不为任何人所有 国家随时都可以收回 你没有资格说 这块土地是你的 听着中年男子说的话 这就是强词夺理 继续说下去 毫无意义 心里明白 这伙人来者不善 是来找麻烦的 不能跟他们硬杠 惹怒了他们 动起手来 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沉默片刻 接着说道 好吧 你说什么是什么 我不想跟你说这些 说完这句话 扭头看向水库 不想再跟这些人纠缠 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杨六军虽然做出让步 这些人却没有 善罢甘休的意思 中年男子见他 一直盯着水面看 顺着他的目光 向水面上看去 看着水面上翻涌的气泡 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 怎么回事 水面上怎么会有 那么大的气泡 瞬间意识到 水下的玻璃罩 可能遭到了破坏 顿时满脸愤怒 沉默片刻 接着说道 你不想跟我说 我却想跟你说 我给你三秒时间 告诉我 你们来这里的目的 不然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做出让步的杨六军 听着中年男子说的话 脸色微微一变 已经猜到 水底的玻璃罩 可能跟这些人有关系 扭头看着中年男子 低沉的无声音说道 我也给你三秒时间 回答我一个问题 水里的玻璃罩 是不是你们放的 听着杨六军的问题 中年男子眼睛微微一眯 露出一丝杀气 猜得果然没错 他们真的发现了 水中的玻璃罩 嘴角向后一瞥 露出凶狠的微笑 接着说道 你既然知道了 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没错 水下的玻璃罩 就是我们放的 杨六军脸色阴沉 没想到 他们承认得如此干脆 看着他们一副 有恃无恐的样子 满脸愤怒 接着问道 我想知道 我哪个地方得罪了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破水 聚天心的风水 破了我家的风水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你没有得罪我们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奉命行事 奉谁的命 杨六军气愤的声音问道 话刚刚说完 就见中年男子 一脸凶狠 不懈的声音说道 我奉谁的命 你还不配知道 你们这些贱民 不配拥有风水宝地 我警告你 不要想着毁掉 水下的玻璃罩 不然后果 是你无法承担的 听着中年男子说的话 杨六军脸色阴沉 这些人好霸道 好嚣张 贱民竟然不配 拥有风水宝地 脸上随之露出微笑 接着说道 很抱歉 你来晚了 水下的玻璃罩 已经被我们毁掉了 你 你说什么 玻璃罩被你毁了 中年男子满脸杀气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玻璃罩运到这里 放到天心位上 眼看再有两天时间 水聚天心的风水局 就能被破掉 到时候 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没想到 玻璃罩竟被他们毁掉了 满脸杀气 继续问道 你再给我说一遍 玻璃罩真的被你毁掉了 是的 玻璃罩已经被我毁掉了 想破我家的风水 你们还不配 巴嘎 愤怒的中年男子 突然开口说道 眼中杀气生疼 原本想神不知鬼不觉 破掉水聚天心 没想到 竟被他们发现了 毁掉了他们的计划 听到男子 说出巴嘎两个字 杨六俊眉头微微一沉 充满敌意的眼神 看着对方 这个人难道是岛国人 中年男子这才意识到 说错了话 急忙清了清嗓子 愤怒的声音 吼道 把他们 全部给杀了